歡迎收看台灣新聞 我是何文堯 苗栗縣成為下一個希臘 是真的嗎 上個禮拜我台風天的時候 苗栗縣縣長徐耀昌到台北來找行政院長毛治國 請他幫個忙 可不可以先借我們100億 可是毛治國跟他說 沒有辦法 其實苗栗縣的問題已經是到了一定要解決的問題 怎麼說呢 4月份的時候頂多有房屋稅 有地下稅可以撐 5月份的時候有綜合所得稅可以撐一下 6月份還可以用 糟糕現在7月份了 公務人員的薪水到現在都發不出來 該怎麼辦呢 今天多位來賓 第一位歡迎資深媒體友 歡迎王瑞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也歡迎胡孝辰 大家好 第三位我們歡迎醫術史學者 我們歡迎邱建英 邱老師 大家好 媒體工作者我們歡迎康強俊 我也好 大家好 軍情宇航的航空網站的總編識校尾 王瑞好 大家好 好 現在後來毛治國也跟徐曉長講說 沒有錢我沒辦法借你 你去跟銀行借 不過我們要問苗栗縣這個情形底下 哪個銀行敢借他錢呢 要不要對苗栗伸出援手 毛治國沒有回應 傳出徐曉昌在10號颱風天北上 要求中央幫忙紓困100億 毛治國要求苗栗縣 應該提出完整的改革計畫 更建議向銀行融資借貸 透過融資平台減輕壓力 不可能他們每個月都來喊窮 中央就全部買賬 徐曉昌力網狂瀾希望中央買賬 其實苗栗縣嚴重的財政黑洞 曾經拿鞋子丟劉振宏的陳維廷 早在兩年前就在臉書上發文 他說國金煙火在苗栗綻放時 人們覺得苗栗終於從三等縣的污名翻身 但人們看不見這些發展背後 是要以無數的負債 要以我們這一代人的未來作為代價 精準預測了苗栗的財政困境 現在財政危機爆發 外界又再度預言 苗栗將會希臘化 會不會再度命中 就看中央跟苗栗縣政府如何聯手解決 抗手難題 好 確定中央是沒辦法借錢給他 我覺得德哥 那問題是誰到底現在可以借錢給他 幫他解決問題 台灣的希臘 也就是台灣的希臘就是苗栗 苗栗已經窮到 真的完全發不出任何薪水來了 我夠暢 從一號 五號 十號到 颱風都過了 蒼洪 颱風都過了 結果蒼洪 颱風的暴風圈 繼續留在苗栗 為什麼 徐曉昌 紅 劉正紅 但這剛剛好 那就蒼洪 這天意啊 你知道嗎 就沒有辦法 蒼洪颱風 北北基地 放了一天颱風架 全體公務人員 那如果繼續風暴留在苗栗 可能這個公務人員 要放無限次的颱風架了 為什麼呢 因為薪水花不出來 好 那麼現任的這個縣長 徐曉昌指控 前任的縣長劉正紅 你玩得太大了 你知道嗎 你幾乎掏空憲庫 所以你讓我米康打開 米工米岸來 一間米都沒頭吃 那怎麼辦 我連薪水都花不出來 那怎麼辦呢 那麼把所有的矛頭指向前任 那前任縣長劉正紅就說 那是你無能 無能就下台 人家我當縣長的時候都花得出來 你就花不出來 還指高鐵特區說 這塊值100億 拿去銀行借 還可以至少借50億出來 那兩邊當然兩邊就是 咬來咬去 可問題是 當前後任縣長都是國民黨籍的 在咬來咬去的時候 犧牲的是誰的權益 苗栗憲民的權利 苗栗憲的公務人員 現任跟退休人員的權利 我本來如果10號要用錢 沒有錢啊 都沒有了 沒錢要怎樣 我小孩拿錢要怎樣 萬一這個時候 萬一有婚上洗禁怎麼辦 我沒有多出來錢 我如果預算裡面 就必須要花這些錢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所以呢 犧牲的還是老百姓 那麼我們很平心客觀而論 為什麼苗栗憲會整個債務膨脹到 648億 因為很簡單 這個讓所有全國所有的 縣市的縣市民呢 都得到了幸福 這是對的 可問題是你不能打腫臉充胖子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苗栗呢 曾經辦煙火還記得吧 他連辦一個多月22場 在明德水庫一直播 一直放 一直放一直放 放到苗栗憲民不想去看了 因為放太多了嘛 多了我們煙火是要偶爾看一次 才覺得信心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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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放 像天空放了一下 那就是你的鈔票又不見了 所以呢 但是呢 爽不爽 爽 然後呢 聖誕南高音 這些演唱會來 來到苗栗 如果要你自己花錢買 那你當然就不肯了 這時候有6千走不去 結果不用錢 免費 我們露臉了 苗栗人民露臉了嘛 我們上個禮拜四 在節目裡面講過 苗栗人露臉了 不要老是你們台北高雄在看嘛 我們終於有機會看 而且不用錢 你知道嗎 然後呢 苗栗人呢 這邊道路又開了 那邊高鐵特技又弄了 然後工業區 就把一些農地 糧田 全部都產平以後 就蓋這些所謂的工業區的特區嘛 開發區 然後整個就 包括草地皮的都起來了嘛 想立好嗎 開發區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啊 包括高鐵特定區 包括遠雄生活園區等等 草地皮最多 炒到十倍啊 誰拿走了嘛 有特定的人 特定利益的人 拿走了嘛 很簡單 那包括遠雄生活園區 他現在不來了 對不對 不來了 可是你縣政府已經花了幾千萬 下去整地了 然後你高鐵特定區 現在你的利益還沒 利益是給那些草地皮拿走 對不對 現在擺在眼前的是什麼 你就把錢花出去了 馬糞館還記得嗎 馬糞館叫做馬屁館 花了那麼多錢去蓋一個馬屁館 然後呢 再蓋道路 然後現在變蚊子館 類似這樣的建設 一筆一筆一筆 還有 我就不懂 苗栗縣只有56萬的這個縣民 為什麼要蓋一個 東南亞最大的火葬場 我不曉得 我只聽過人家蓋 東南亞最大的擺發公司 東南亞最大的水樂園等等 為什麼會蓋那麼多呢 然後營養午餐 你說免費營養 福利不錯 教科書免費對不對 課後留校免費 公車免費 生育津貼 重陽進腦筋免費 這些都是為了討好選民 不客氣說 就是變相的買票嘛 變相的希望你們把票 投給我很簡單嘛 那你當然可以說得正 所以大家憲民認為說 這樣很好啊 最好讀書不要錢 最好所有公車所有搭車 所有跟我一切所需的都不要錢 那你高不高興 高興啊對不對 高興的結果是怎樣 高興的結果就是付出 這麼大的一個龐大的代價 高興的結果就是付出 包括我們上禮拜有說嘛 連警察每個月的超勤津貼 加班費都要少2000 所以很多外地的人不願意來啊 不想去啦 不願意來啊 問題就是這個地方 現在薪水沒有辦法給 薪水每個月包括 這個退休金量給12億嘛 怎麼籌怎麼籌 現任的這個縣長 只能籌到4億 那缺口8億沒有錢就是沒有錢啊 只能只要4億 真的銀行不願意借他錢嗎 沒有錢啊 因為他已經跟銀行農會 這能借的都借了 而且你知道嗎 薪雅你知道嗎 他除了借之外他還欠下面 為什麼 因為這個苗栗縣下面 還有各個鄉鎮市對不對 鄉鎮市他還欠人家5.3億耶 去人家這樣啊 這下面呢 我不給你啊 中央給我就不給你 或者是我本來要給你 我就不給 卡在他的手上 因為我沒錢啊很簡單嘛 那你鄉鎮市怎麼活啊怎麼辦 你的花薪水 你花什麼都有問題嘛 所以包括這個樣子怎麼辦呢 只好去這個厚著臉皮膚 跟行政院說 拜托委100億 為什麼行政院不可能 因為此力開後患無窮 你今天 你今天因為自己沒有準結好 然後亂花錢 然後把這個債務弄到648億 如果我今天給你100億 其他縣市來跟我要錢怎麼辦 那我起不去也要100億 100億要給嘛 他現在不給了 包括他就要求你取消所有的 不應該有的活動 就我贊成了 為什麼呢 劉正宏在內的他還記不記得啊 為了大假蟹還帶消防局長 警察局長去吃大假蟹 對不對 我就不知道警察局長跟消防局長 對大假蟹 這個兩岸之間這個活動 有什麼意義沒有 就這樣明子明高 就這樣亂花的結果 就變成這個樣子 現在行政院首度 這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啊 首度介入地方的財政跟金流 可能真的這麼做了嗎 這已經決定這樣做了 財務控管嗎 已經決定這樣做了 但是很抱歉 他特別強調我是介入 我不是介管 介管的話連債務都我的啊 我不管 他為什麼管 我只是介入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什麼叫金流跟財務 就是說 依照現在的估算 行政院估算 下半年苗栗可能有99億的收入 你的收入有99億嘛 那我先把人事費用擺第一名 人事費用就是公務人員的薪水 跟退休金 然後呢 其他的公共事務的這些支出 包括你負政事務所要運作 地政事務所運作 什麼什麼要運作 這些錢呢 兩個加起來他們算了一下 這兩個加起來的話呢 錢低於99億 所以呢 我只負責這兩個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呢 很抱歉 你要準結 什麼意思 你都已經沒錢了 錢的錢就沒了 還要打冠 要省就對了 所以其他的建設對不對 能夠暫停的你就不發包 對 已經發包的你就要看進度呢 延遲 等於說他完成的時間 或者是甚至於必要說 但暫時終止嘛 這樣苗栗會不會進步 你就要這個地方 所以你現在得到的結果是怎麼樣 得到的結果 這個就是中央所說的嘛 力道可以再猛一點 你知道嗎 再猛一點的話 那倒霉的人是誰 倒霉的人當然是苗栗憲民啊 你的公共建設當然就停頓啊 你所有的一切 以後不會再有煙火看嘛 以後不會再有什麼三道南高音廳 都沒有啦 以後可能這些錢都必須砍砍砍 其實說到這裡啊 很多的已經窮到這個地步了對不對 還是苗栗現在才五十六萬人喔 你要知道喔 其他各縣市有好幾百萬人喔 其實他們臨時約聘過的人員 都低於一千人啊 苗栗也是請了一千多個人啊 一千多個人是為了什麼呢 一都已經沒錢了 為什麼他打兩點衝胖子 某種程度上跟選票 跟選票跟事實上 跟一些裝腳跟一些有關係嘛 所以平常也就算了 現在到了此時此刻 已經沒有辦法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們希望說苗栗不要成為下一個希臘 因為雖然說它是我們臺灣的一小塊地方 人數也沒有很多 但是我們真的希望大學都可以安居樂業 不過講到希臘 我就要問楊俊哥了 剛剛這回傳出來你相信 他們真的跟歐元區達成共益了嗎 為什麼我都不相信 五年了啦 台戲脫棚啦 就說你們要公投投反對票喔 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權益喔 為自己的尊嚴而戰喔 這次好像尊嚴也有了 錢好像也有 真的嗎 對不過現在因為資訊其實還有一些些 我不想講說混亂啦 因為就歐盟這邊現在傳出來講說 希臘的整個債務呢 看起來是已經有達成一些共識 但是希臘政府那邊又講說 不對不對其實我們還有一些的爭議 還沒有完全的解決 沒有百分之百搞定 對對對 所以現在到底要怎麼看 其實大家都在看 就是希臘政府的態度 為什麼呢 其實剛剛瑞德哥這樣講的 也是我們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一直在想的 也就是說你的國家 或你的縣市政府裡面 你的財政出現問題 其實你最清楚應該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如果你能夠真的提出一個好的辦法解決 其實你可以跟其他的地方談 譬如說你苗栗要去跟中央談 OK 你告訴大家 講說我現在的困境 我真的問題在哪 我可以怎麼做 希臘也是一樣 可是你會發現 希臘總理上一次才前幾天而已 上個禮拜而已 講說歐盟他其實把19個會員國 再把另外八個 不是在歐元區裡面的國家 通通都拉進來 二十九 二十八個國家 這樣子通通開會的時候 結果他雙手一攤 我什麼事情都沒有 叫皮皮 叫皮皮 結果現在講說 好 初步在最新的裡面 是講說大家有達成一個共識 現在還不要講說達成一個協議 因為這個是歐盟主持人家講的 這個共識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的條件 其實有三個 第一個是希臘必須在15號 你現在今天就幾號 今天13號 現在13號 你在三天的時間裡面 你必須要把你所有 你認為說你要的紓困 你要一些尊傑的措施 你要完成立法 這其實有點難 兩天立法 彈何由於 你要把這個法全部給立起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說你這個紓困什麼 你一定會有些計畫對不對 你要去嚴格的控管跟執行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說 你這個所謂的私有化的基金 或你的這個基金裡面 你也必須要有一個 好的方式去規劃 可是對於現在的希臘來講 其實他有沒有能力去執行 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這個歐盟經過計算之後 大概如果以希臘來講 他的紓困金 必須要達到 大概有960億歐元左右 可是即便他今天說 拿到第一筆紓困金 願意給你 我跟你講 對希臘來講沒有任何的幫助 太少了 不是 因為他前面欠銀行太多錢 所以他欠歐中央行65億元 你20號到期就要先還 所以其他的國家 現在目前希臘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都覺得說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讓你提出 這樣的一個計畫 可是如果你要 你要減免你的債務 對不起 做不到 我們不願意減免你在 你在這個銀行裡面的債務 所以你該要還的 你以後還是要還 但是你總是要有具體的方法 比如說你的尊傑措施裡面 你到底要怎麼樣說 你這邊要緊縮 這邊哪邊的地方要做調整 要明確化 對 希臘你自己要出來 所以那個立法是很重要 可是你也想想看 前幾天公投才剛否決的這個計畫 他們的民族性 可能是我們想不出來的 就很像說 我雖然沒有錢 我還是要喝咖啡 這個裡面就會提到一點問題 我記得之前有個 我們有一個作家 他提到他到希臘裡面 去旅遊的時候 但是希臘人其實很悠閒 因為他們上班時間 感覺上好像很長 可是你知道 他中間還要保留一個 睡午覺的時間 那個睡午覺的時間 大概要將近三四個小時左右 兩三個小時以上 你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我記得那個 我看了那個作家 就直接問說 你們希臘人怎麼過得這麼的悠閒 難道你們不知道 這個時間點裡面 你應該努力的賺錢工作嗎 然後你這樣子 以後老了 才會有悠閒的生活 結果你知道 他說他遇到那個希臘人 就跟他講說 是啊 是沒錯 但是我現在不是 就已經在悠閒的生活了嗎 他們活在當下 那這一次以德國來講 德國其實就提出了一些辦法 那當然這個說法裡面 有一些希臘人裡面 他是希臘人也是有附和這樣 他覺得說 那希臘人其實應該改變一下 自己的生活態度 你最少要自己從自身裡面改變 才會讓國外 願意來幫助你 那以德國來講 這一次他就提出了另外一個 他覺得說你希臘 要不要暫時脫離歐元區 有這樣的方法 對 不是叫你通通都出去 可行嗎 是叫你暫時脫離歐元區 好 那他的概念是這樣 德國的概念是說 你如果暫時脫離歐元區的話 你國內的這些民生物資物價的話 你回去用你希臘的 這個原來的這個 壁紙來計算 那可是你的外債的 你的外債的部分 你還是用所謂的這個歐元來計算 這樣子大家都可以求得一個平衡 但是這個條款 一講出來的時候 其實因為其他的幾個 因為包含其他歐元區的幾個 十九個會員國 其實並沒有在這個地方達成共識 所以我剛剛講說 歐盟主席雖然講說 已經達成了協議 但是目前看起來 其實還是有一些些爭議 剛剛提到說 包括了醫生也好 包括公共人拿紅包 那當然當地的這個 這個整個退休的制度呢 導致他們欠很多錢 不過真的很慘 孝蓮娜必須到國外去當外勞 因為在國外才有辦法有賺到錢 真的是很悲啊 孝誠哥 對 現在目前我們看到 希臘的這個人民 他有很多的一個困境 其實在過去的時候 台灣也發生過 那也發生過什麼樣的情況呢 就像例如有沒有 第一個先看到的就是所謂 記者失業 因為過去的時候 其實我以前在當記者的時候 我從沒想到記者會失業 台灣好像也曾經發生過這種事啊 好幾波 不是只有一波 好幾波這樣記者失業 曾經有一度的時候 有幾個同學在開玩笑 我們就說 那個如果有一個招牌有沒有 不小心掉下來 砸到人的話有沒有 如果說今天砸到十個人 舉例砸到十個人 大概至少有三個是記者 好慘 就是所謂失業的人 現在比例很高 那現在目前希臘的一個狀況 到什麼程度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個 這是所謂的資深的那個電台女記者 有沒有 叫做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她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她現在目前有沒有 跟她老公兩個人有沒有 想辦法工作之外還兼差 就兼了差之後呢 結果沒想到她現在目前 月收入有沒有 比過去的時候少了一千塊錢 歐元喔 現在不是台幣喔 一千歐給三萬多塊台幣啊 對 但是問題就在於就是說 她現在這六個月來有沒有 她累積的給政府 因為那個希臘政府 她的稅收提高了嘛 提高了之後 她自己就要再估算了一下子 她六個月有沒有 要賺多少錢 才付這樣子的一個 付房貸 不是 給政府的稅 她連稅都繳不出來 稅要多少你知道嗎 六個月她一共累積了 兩千五百塊錢歐元 兩千五百 大概六七萬的台幣耶 對 你看你的稅收有沒有 給政府的錢 因為國家的錢不能欠嘛 對不對 那個政府的錢要拉高了 結果你每個月的收入 失之上又少了一千塊錢歐元 所以她現在目前有沒有 那個房子有沒有 急急可危 可能交不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她的兒子 她二十五歲的兒子 現在唸大學 她主修的是一些 像電影和藝術這方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學科 結果呢 因為這個樣子 她想老爸老媽付不出錢 那怎麼辦呢 她改行有沒有 決定有沒有 休學了 休學做什麼 去當警察 為什麼當警察呢 因為警察是屬於公務體系 裡面其中的議員有沒有 就像我們過去所討論過 比較有保障一點 對 因為她是公家機關嘛 你看已經產成這個樣 另外一個是左翼的那個 也是記者 報社的那個記者 這個記者她現在目前是這樣子 每天有沒有混小酒館的 因為心情差 心情差的話有沒有 她就想喝酒 那喝酒 問題是在有沒有 現在已經開始有沒有 沒酒可以喝了 原因是什麼 因為她已經整個報社 已經欠她四個多月的薪水 你欠了四個多月薪水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還可以收賬 現在的話有沒有 現在連收都沒得收 沒得收怎麼辦呢 結果她就想說 乾脆好吧 我去報社跟老闆講 拜託有沒有 你乾脆就直接還 把那個四個月薪水欠我就好 不要之前 就沒想到去了 報社門口一看 報社倒 直接倒閉 直接倒閉 老闆落跑 那現在怎麼辦 她可能又跑去有沒有 小酒館去喝酒這樣 那另外的話就是 金融業也發生類似的事情 這很慘 這兩個行業 向來一般來講 前面這個行業我能夠去理解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在很多的所謂報老闆 跟那個電視台老闆裡面 的觀點來看的話 有沒有 記者是什麼 記者是所謂消費品 是啦 新的會再來 年輕的會再來 年輕人再會來之外有沒有 還有另外就是 記者賺不了錢 老了就丟一遍 也差不多是這樣 大家有個覺悟這樣 另外在金融業這個部分 上面來講的話 當你整體的經濟上面 發生問題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 在金融業第一個的話 可能就面對著 嚴重受創的狀態 因為你根本沒有任何的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交易 交易的這樣的環境存在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要逼著什麼 他的一個股票經紀人有沒有 然後帶著兩個孩子有沒有 幹什麼呢 回去有沒有 去務農 臺灣有這種情形發生 就回老家 因為還有土地嘛 就當農夫好了 對 我跟你講說 第二個現象就是什麼東西 就當時的時候 有很多的那個 相關的單位他會講說 這個現在目前有沒有 我們的地方 需要這個所謂的農業大軍 那麼各位有沒有 那就乾脆有沒有 就乾脆回去 反正都是掙不了錢的話有沒有 就回到家鄉裡面去有沒有 那當然後來之後 有些人就是因禍得福 那這一個股票經紀人 他帶來孩子跟老婆的話 去經營葡萄業 他想要去釀葡萄酒 那希望從葡萄酒這邊有沒有 然後發展出他的事業第二春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另外這個也很慘 這個的話 30歲的這個年輕人 叫他Ivy Ivy他現在狀況是什麼 他本來念的是什麼東西呢 是市場行銷學 結果他念了市場行銷學之後 念完之後 只有所謂的正式所謂的 畢業就失業 他從來沒有做過市場行銷的 任何一個相關的工作 但是打工都打到不少 打到最後的時候呢 他發覺有沒有 他雅典那個地方 他根本就混不下去了 混不下去怎麼辦 那想說我還是回家鄉好了 那回家鄉幹什麼呢 去幹嘛 就是所謂的去養蝸牛 為什麼 因為在南歐一些這些地方的話 有沒有 蝸牛它其實是個美食 不錯喔 對 它一把蝸牛料理非常好吃 對 它是個美食 所以呢 他就想辦法去養看看有沒有 看看有沒有從這裡有沒有 獲得一些到其他方面 叫做經濟 這自己的經濟能力有沒有 再提高一點這樣 稍微帶你看到 就是這個墨西哥的毒兵老大 再次的越獄成功 他很厲害喔 這個地道當中長1.5公里 裡面還開車套路 現在人跑掉了 美國出動海軍陸戰隊 要找他 就是這樣做風精細的地道 幫助墨西哥大肚小古斯曼逃出牢籠 那是很簡單的 我們講的是燈光和冷靜 甚至是車輛在那裡 綽號矮子的古斯曼 11號晚上靠著牢房淋浴間底下的地道 瞬間消失在監視器裡 等到號稱墨西哥戒備最嚴的 阿爾蒂布萊諾遇坊發現 毒硝老大早已經從容離開 因為這個地道高170公分 寬80公分 足以讓身高號稱168的矮子 像個大哥般的走出去 很明顯是內神通外鬼喔 不過事實上很證明的是 美國又被打臉了 因為如果他能夠把骨子 拉到美國去的話 它是具有宣誓性的意味 不過瑞德哥我想請問 很明白那一定是用錢 找人家來挖的 不然怎麼可能170公分高 然後寬80公分 還長1點多公里 怎麼可能這樣走 我想應該不是內神通外鬼 應該內神就是鬼 逾竹就是鬼 為什麼呢 這麼大一個這個監獄號稱 墨西哥城大概郊外 890公里的地方 號稱是全墨西哥戒備 最深鹹的監獄 專門關這些大毒硝 謀殺犯等等 這個監獄這麼嚴格 而且美國總統 墨西哥總統2012年開始宣誓 打毒品毒硝以來 已經抓了或是槍斃了6個 重大的毒硝 其中最厲害的就是去年2月 抓到古茲曼 古茲曼他是誰呢 他是美國號稱 懸賞獎金最高500萬美元 他很難抓的意思 從賓拉頓死了以後 他那時候還沒對待虎的時候 賓拉頓死了以後 他就攀登全球 十大二人的第一名 然後呢 他在全球有錢人的富豪排行榜 排行第701名 至少最差最差 都有10億美元以上 然後全球最有影響力的 前100名他排行第41名 用毒品影響全世界 他死了4萬人 你就知道說這個人有多可怕 那麼其實在去年2月 美國跟墨西哥的海軍陸戰隊 特朗部隊 把他逮捕了以後 他在度假 他很逍遙 因為他其實出去 都是幾十把槍跟著他 那一次是 這個等於說 事先有人 一定有人等於說走漏情報 所以把他給抓到了以後 不非一槍一槍把他抓到 而且你要看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 故意把他古茲曼的頭 給他弄成這樣對不對 其實是故意要羞辱他了 讓全世界看 你看墨西哥多厲害 我就把他給逮了 你說他多厲害 他的外號叫矮子 但是他們獨銷裡面 都叫他矮爺 所以你看 故意還要這樣做 那時候逮捕他的時候 我心裡就會OS 他一定會出來 按照古茲曼的個性 他絕對不可能 乖乖在那邊坐牢 結果沒想到真的 7月11號的深夜 11點他去洗澡淋浴 洗澡進去2分鐘 他們是有在監看 監看以後發現 老人是很辛苦 洗澡洗了半天都沒出來 糟了 他們要洗戰鬥澡的 趕快叮叮叮叮進去以後發現 他的淋浴間出現一個大洞 那個大洞下去 當然是在地底下10公尺 地道在地底下10公尺 全世界大概除了古茲曼之外 只有北韓幹的大 厲害厲害 10公尺 而且就挖到這個淋浴間 你知道嗎 然後梯子 然後他們就下去了以後 就趕快追追追追 發現這個地道是有計畫的挖 挖得非常完整 為什麼 高就是170 因為很簡單 古茲曼身高就是160幾公分 寬就是80公分 就讓他一個人可以這樣子 自由自在的往前走這樣子 然後事實上通風設備 然後包括燈光 什麼東西一應俱全 然後這一次是有一輛摩托車 等於說負責載運的 或者把這些沙土什麼東西 載出去 整個地道裡面 都非常好 那個設備是很棒的 你知道這條地道其實可以留下來 有用 你知道嗎 搞不定還有特殊工的 那你知道 跑掉以後 當然亡羊補牢 已經沒有用了 什麼附近的 連飛機場都因為這樣子 開始戒嚴 飛機不准起降 然後所有的馬路 所有的火都沒有用了 既然會那麼精深地挖這個地道 你想想看挖這個地道 要多少時間 當然 要多少時間挖 那麼要挖這個地道 一定要有詳細的監獄的 整個分布圖 地圖是誰給的 要不然我挖一挖挖一挖 突然間砰打開以後 點獄長 對不對 點獄長 拜公室不是完蛋了嗎 所以表示內神通內鬼 內神就是鬼吧 那當然現在抓了18個 在那邊問了 能不能查得出來我不知道 因為歷年而來 收貴 這個監獄裡面收貴太多了 古字辦上一次 在1993年 被逮捕的時候 也是一樣 他怎麼出去的 其實在裡面是 過的那個吃香喝 他有大哥大 有個人的音響設備 然後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還有女人 他的老婆跟情婦 隨時可以進來陪他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過得很爽 為什麼他會越獄呢 因為在2001年的時候 他們的墨西哥最高法院 通過一個法律 允許把他引渡到美國去 哇糟了 到美國去的話 不是死刑 就是終身監禁 而且我要行賄 也沒地方行賄 對不對 他一緊張就行賄 就準備要行賄 跑出來 他怎麼行賄呢 他花了250萬美元 趕快買 買通裡面的那個 預防對不對 然後他們其實 每個監獄 每個監獄裡面的那個 你這區要在那區 是電子鎖 他們事先可以買通 把電子鎖打開 讓古著辦 咻進去 進去洗衣工廠 那直接 鑽到那個洗衣的那個推欄裡面 你知道嗎 跟要洗衣服 一起出去了 然後 這整個關卡裡面 只要每一道 有人掀開來一看 古著辦不就沒辦法出去了嗎 是啊 因為250萬美元 每一關都通過 每一關都打過 打點過了 所以咻就出去了 古著辦就出去了 出去了以後 他一生氣 繼續來看 之前為您報導過 在德國的小鎮當中 一個阿伯他們的地窖裡面 還找出這個暴飾坦克 還有魚雷 還有這個導彈飛彈 不過校偉哥 好像這一次又有更深入的報導 原來大家忽略到了 裡面地窖裡面 還有全世界最早這一款的 所謂的巡航導彈的飛彈在裡面 沒錯 這個老VV他家裡面的收藏 真是嚇人 厲害 這個東西 他其實我們剛剛講 他進了那個地窖以後 真是 哇他那裡面收藏品 有一個你看 他這個在外面擺了一個V-1的 這個後半部 這個V-1後半部 V-1是什麼 V-1 這個V是德國那個 復仇武器的那個縮寫 那當時希特勒在那個 各個戰線都被打了 那個七昏八速 然後這個暈頭轉向的時候 當時他們就研發這個V-1 這個火 那個飛彈 要用來幹嘛呢 用來反制鷹軍 他當時其實我們知道 什麼是巡翼飛彈的這個 就是巡航導彈 什麼是巡翼飛彈原理 就是今天我從A 要攻擊B的時候 要攻擊B的一個 那個固定的一個陣地 或那個一個點 那這個時候 我就把這個飛彈發射出去 讓它裡面呢 可能裝有慣性導航 或是相關一些導航設備以後 讓它可以起飛以後 自己就尋著那個 設定的路徑 飛到那個目標 然後就掉下去 不管是D對空 或者是空對空 都是這個所謂導彈的意思 當然導彈如果說 今天我是打飛機的 那個就複雜多了 那你可能要有一個雷達 一直造一架飛機 然後有個連續波 然後你的飛彈才能跟著那個連續波 砰 上去把它捅下來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個V-1 這個V-1它其實 它家裡面是這一段 那這一段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它差不多 大概就是這一小段的這個部分 九尾八而已 對 當時這個V-1飛彈 它因為前面是個彈頭 裡面裝有炸彈 然後這個東西 它其實上面有裝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類似有點像是充壓 類似像是噴射發動機的一個發動機 非常特別 那當時V-1 就是這個飛彈 它其實也有兩種版本 一個是有人版本 一個是無人版本 那現在我們這個照片上 這個是有人版本 這裡 駕駛艙 當然當時 德國在設計這個武器的時候 對不對 是比較人道一點 是說你今天飛行員呢 駕這個V-1 飛向英倫的時候 等到 到了目標上空的時候 你可以跳傘 當然啦 實際上真的這個V-1 在實際作戰的時候 能夠跳傘的飛行員也不多 那下面這個是無人版的 就是你看到 我們這邊上面是一個是 這是F-103 這是有人版 這是F-103無人版 無人版就是這個地方取消了這個座艙 但其實兩個飛彈的運作原理都是相同的 那當然你看 它這個時候 它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無人版的V-1的這個後半部 因為你看這是發動機的支架 然後這個是原來座艙的地方 它顯然沒有 軍事迷還要看這一格 少尤哥這好像 我覺得它有點像蝙蝠 有點像轟魚 那不過聽說它是隱形戰機的最前身款 是不是 沒錯 大家當看到了 其實那個美國最先進的B-2隱形轟炸機出來的時候 B-2逆轟轟炸機出來的時候 像我們這種 這個比較稍微資深一點的 那個軍事迷模型迷 對這種二戰的時候 德軍的這個飛機 如暑假的時候 馬上就想到 這個跟二戰時期有一款叫Horton 或者說是GOSA 229 這飛機怎麼那麼像啊 對啊 那個GOSA 229 其實是二戰的末期 德國開發出來的一款 就是那個所謂的Flying Wind 也就是飛行翼的這個飛機 你看到這邊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其實現在現存的GOSA 229 這個飛機 有頭沒有翅膀 因為翅膀被拆下來了 然後而且它的翅膀是木製的 經過這麼多年也已經有點腐壞了 然後這個飛機它擺在哪裡 現在擺在史密桑年的這個博物館 也就是美國國家航空 航空太空博物館 不是航空太空總署 它叫NASM 它的總管在那個 美國的華盛頓特區的這個 憲法大道旁邊 但它還有一個分管 在那個杜勒斯機場 現在這個飛機 就擺在這個杜勒斯機場 分管裡面 那當時德國人開發這個 Horton 229這個飛機 其實最主要是 拿它要當作轟炸機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那個一戰之後 德國不准擁有飛機 大家知道那時候 德國不准擁有飛機嘛 所以那時候德國的航空工業 要嘛就是跑到國外去這個發展 要嘛就是在國內大量的鼓動 那個所謂的滑翔機運動 所以那時候他們做滑翔機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當然 就是說你要如何能夠讓 那個小巧的滑翔機 的阻力降到最低 那個Horton兄弟就發現 這種飛行翼構型的飛機 可以讓這個阻力降到很低 但是呢 飛行翼這個飛機 它本身又有一個問題 它本身的動作 飛行動作不是非常靈巧 所以呢 1943年當時德國 因為我們知道 在1940年代的時候 1940年 英倫那個不列天空戰 讓德國的最優秀的轟炸機飛行員 損失的相當多 轟炸機也損失的相當多 所以當時 1943年 德國的帝國大元帥 也是空軍總司令 提出了一個計畫 叫做三一千 什麼呢 就是要能夠 帶一千公斤的炸彈 飛行一千公里 然後你的飛機的速度 也要達到一千公里 這個飛機這麼厲害啊 對 那個時候怎麼可能嘛 但是Horton兄弟 就用他這個飛行翼的構型 搭配兩具 他那時候計畫是用 BMW003的發動機 但那時候BMW003發動機 發展比較慢 那個因為要能夠 達到一千公里 BMW003發動機 基本上來講 它是個噴射發動機 比那時候德國 已經在使用的 JUMO004發動機 稍微省油一點 但是呢 那時候發動機來不及 但是他們後來 裝上了這個JUMO004 噴射發動機 讓它這個飛機 速度接近到一千公里 然後而且高度 可以爬到一萬 厲害 對一千公里 一萬五千公尺 然後另外它也可以 再帶一個飛 那個一千公斤的炸彈 當時德國來講 它其實是 這個飛機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飛行役的這個動作 它不可能太過於靈巧 所以它其實當初 設計的時候 就是作為一個轟炸機的 一個概念 但是德國在那個時候 已經打著這個全線 那個灰頭土臉 一看能夠飛到 一千公里的飛機 基本上一千公里的這個速度 那時候盟軍 所有戰鬥機都追不上它 在想說 那你這個飛機上 再裝個兩門炮 是不是就可以拿來 當戰鬥機使用了 所以當時在這個計畫的 原型機中 這個Halton 229這個飛機 它那個除了這個噴射這個 飛行役的構型之外 它還裝上了兩門 三十公里的機炮 另外它還有一個彈艙 可以裝一千公斤的炸彈 所以 但是逆蹤 其實是可以說是 當時在發展的整個過程中 所獲得的一個意外收穫 為什麼 就是當時其實一開始 並沒有這種所謂的逆蹤概念 但是後來赫然發現 這個飛行役的這個造型 會讓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說它整個飛機等於說 風阻力 風阻力小 而且呢某一個面 它那個產生的那個 雷達反射波也比較小 相對於是在敵人的這個雷達反射屏幕上 看到的雷達那個反射截面機 也就相對來講比較小 意外的得到一個 就是能夠在雷達上降低可被 就是隱形飛機的意思 對 所以它變成了那個隱形 那個意中飛機的一個始祖 這個 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有點歪打正著 世界各國除了武器 要比誰比較先進之外 還在比到底誰比較發現 不一樣的領土 我待會問邱老師 所謂的中國人 比哥倫布更早發現美洲 是真的嗎 因為這次聽說 在美國的這個公園當中 發現到了我們中國的項型文字 而且早了兩千多年 夠猛了吧 不是兩百歲 兩千多年 正確的數字是兩千八百年 真假的 這個美國 這位外國人的這個研究員 這個是伊諾諾研究員 叫拉斯坎普 他最近發表他的研究的結論講說 在美國南方新墨西哥州 這個地方一座公園 那這公園的話看到沒 就是公園的這個地貌長這個樣子 另外的話 製作公園因為那個什麼 那個岩石上面很多的這個岩畫 就是這些壁畫 所以這個公園其實過去就很有名的 而根據這一位 叫做拉斯坎普這一位研究員 他自己的說法講說 根據他個人的研究 他講說這個圖形 是早於哥倫布之前的兩千八百年 這個中國商代的移民 在這個地方 畫上這個圖形的 他這樣講 其實我建議一下習主席 這個基本上應該趕快說服美國了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根據這位 拉斯坎普的說法講的話 美國應該屬於中國國土一部分 那為什麼這樣講知道嗎 因為其實他講說 上面的圖形的話 就是來自於中國商代的甲骨文的變形 真的嗎 甲骨文變形是這個文字嗎 我怎麼感覺上沒有看過的感覺 他講說的話 畫得不是很工整 不過根據他個人說法 告訴各位 這位研究員拉斯坎普 信誓旦旦地說 他在翻譯上書的時候 找到一些證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講說中國古籍上書 也是他翻譯的 翻譯成英文的 他講說在翻譯上書的時候 看到說 所謂的這個 我們這個武王 把他揍的時候 就是那個 這個商咒王 基本上被那個武王 幹掉的時候 當時咒王 因為帶領了殘域的部將 就越過大海 到了美國去 真的嗎 我怎麼歷史沒有聽過這一段 他這樣講 就是越過大海 然後到美國去 後來在美國這個地方 落地生根 留下了他們的文字 看到沒有 你看這文字 這是大中國象形文字的象這個字 就長這個樣子 你看這個像蛇這樣的圖形 就是我們那個車的圖形 像這樣的東西 車子是這個圖形 我們象形文字的車子 這樣寫的 那個大象的象 這個像烏龜對不對 像這樣寫 這個像是一個人的圖形吧 人啊 那其實這一位研究員講說 由這些圖形本身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什麼 那個象形文字 就是後來大家到了這個美國去 在新墨西哥這個地方 留下來一些相關的證據下來 但是說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真的信嗎 吳永遠你真的信嗎 我 我聽你的好了 如果你相信的話 真的是 說實話真的見鬼了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是說 你真的相信 在這個 距離現在3500年前 當時商量的人 能夠從中國越過大海 越過高山 到達那個什麼 到美國去嗎 除非有這個時空任意門 穿越巨潮可能過去 那另外的話 其實各位看一下 這個文字本身的話 其實根本不是中國象形文字 我也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記得一件事情是 其實台灣 台灣這個地方 其實是研究甲骨文的重症之一 因為當年 這個挖掘 這個安安醫學甲骨文 就是由台灣這邊的學者 事實上是從大外面過來的 他包含了董作斌 這個中文醫院的研究員 以及另外一個人 各位更熟了 他叫什麼名字知道 叫傅思年 有聽過 台大校長嘛對不對 那台大還有個校中 這一位 那個傅中 其實這一位傅思年先生 就是主持這個甲骨文計畫了 另外的話 這個挖掘者是董作斌 所以當年他的研究 事實上破解了很多 有關甲骨文的事情 為什麼知道嗎 看好了 這個字 為什麼不可能甲骨文知道嗎 因為這個字不夠工整 不夠整齊 中國的甲骨文的話 其實在過去 它是寫在這個 龜甲或瘦骨上面 這個文字寫上去 有時候的話 它是先寫再刻 這個比如說 一篇文章寫完以後說 這個什麼文窑很帥 這樣子的 寫完這個文字之後 寫完這個的話 它那個直的筆畫一起刻 橫的筆畫一起刻 簡單來講 先寫再刻 這是為什麼說 同一片龜甲 或瘦骨上面的字的話 同樣的筆畫 直的就是直的 橫的就是成的 都同個方向 可是你看這個字 是同個方向的嗎 不像啊 想怎麼畫就怎麼畫 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當然有人講說 可能是當地沒有龜甲 跟瘦骨可以刻 所以才寫成這個樣子 但是問題是 這個位米差太多了 所以其實你說這個東西 甲骨文的話 告訴各位 其實我個人認為 這個差異是很大的 你不能因為馬有四隻腳 鹿也有四隻腳 所以馬就是鹿 這樣子的 這叫指鹿為馬 告訴各位 這是標準的一個 指鹿為馬的故事 博士老師還有另外一個 我想問的 在秘魯發現這個納斯卡線 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 納斯卡線 它既然有大概高 快一公尺 而且它是天空 看起來看得很清楚 像很多的圖形一樣 我馬上聯想 是不是外星人有來過啊 真假的 外星人有來過嗎 而且這是世界文化遺產 我知道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告訴各位 這個是UNESCO 這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所編號 第700號的這個世界文化遺產 那這個地方在哪呢 在秘魯的這個 西南方的一個高原區 這個地方就叫納斯卡 這是為什麼叫納斯卡線的原因 那當年為什麼叫線呢 不叫做納斯卡草泥馬呢 這一點很簡單 是因為 這個地方 在1950年左右發現的時候的話 當時的話 1850年發現的時候 當時呢 在這個地方 先發現地上一條的水溝 為什麼呢 因為據說早期探險隊 在這個地方找水喝的時候 在地表上發現一條的線 縱橫在地表上面 每一條線的話 它的那個像寬度的話 大概只有15公分 它的深度的話大概90公分 最後挖出一條一條 這樣子的一個 像地溝一樣 地溝一樣 可是因為一開始的時候的話 因為這個圖形很大 人走在地上的時候的話 是看不到整個整體圖形的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都以為是水溝 不知道幹什麼用的 後來等到 等到這個滑翔翼 或是這個 這個熱氣球 開始普及以後 慢慢慢慢的 從天空看地球以後 才看到原來這些所謂的水溝 它其實是圖形 所以那個納斯卡線 就因為這樣子而聲明大造 那為什麼要這樣的圖形在 這樣的圖形的話 其實後來經過研究以後 發現過 其實這些信頼的話 其實第一個是 在密魯當地這個地方的話 他當地有個種族 叫做納斯卡人 那這個納斯卡人 然後後來已經這個 已經消失不見了 這是以前的一個古代民族 他的時代 大約分布 從西元前400年 到西元後600年當中 1000年間 在這個區塊活動裡面 那這個區塊活動 而這些線條的話 有可能是這個納斯卡人畫的 那下個問題是 他們為什麼畫這樣的東西 對啊 有特殊功能嗎 是因為跟那個外星人 那個訊號滴滴滴滴滴 感覺還蠻好玩的 結果人站這個中心的時候 感覺到那個熱星人 嘖嘖嘖嘖 雷射光打在身上 好有畫面喔 開始感受到 某一種跟外星人通知的訊號 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嘛 那是什麼 其實告訴各位是 其實這些圖形本身 根據研究他們講說 由於這個當地降雨量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其實這圖形本身 可能跟所謂這個旗雨 就是說祈禱這個 上天降雨的行為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它事實上 真的有可能是 水垢這樣的圖形 但是問題是呢 他們怎麼畫出來了 他們畫這個原因很簡單 首先呢 在地上先放一塊石頭A 再放第二塊石頭B 放這個地方 然後兩個畫掉直線 就出現了這樣子的 這邊畫掉直線 放一塊石頭 這邊放個石頭 拉掉直線 這個形狀就出現 就是為什麼說 納斯卡線最早期的圖形 大部分都是幾個圖形 原因在這個地方 像這個是拉這個繩子 繞圈子 對圈圈子 那像這個的話 就是拿那個什麼 那個石頭 那個作為這個標記 這A點B點這樣畫出來的 那而且這個東西 其實也不用從天空看地球 就看得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納斯卡當地的話 其實很多的小丘陵 你人站在小丘陵頂上的時候 從上往下看 就看得到 就看到這個東西了 而且不只這個樣子 這些圖形本身的話 都是拉長的圖形 你知道為什麼拉長嗎 因為人站在 丘陵頂上的時候的話 這個視覺角度 如果說你圖形沒有拉長的話 它是壓扁的 所以你拉長的話 你人站在那個 比較遠的圖形上 往下看的話 因為視覺角度的話 這個圖形本身的話 就是正常的一個視角 所以其實 它的這個圖形本身 是在配合視覺角度 丘陵頂往上看的角度 畫出來了 而最近其實 對於這個地方 納斯卡線的研究 其實告訴各位 第一個跟外星人無關 可是跟外星人的訊號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重點到這個地方 其實最近 這個日本三型大學 跟這個當地的 這個 民主當地的合作 研究 這個納斯卡線的時候 他們意外發現說 這些圖形本身 除了那些傳統的幾何圖形之外 台灣人怎麼知道嗎 這個太可愛了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有類似像是草泥馬 是那個洛馬 洛馬的圖形畫這個地方 這個當地的一個物種 那這個草泥馬的話 畫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讓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為什麼知道嗎 第一個 納斯卡線我剛剛講 大部分都幾個圖形 為什麼應該比較好畫 A點到B點 來聊時間就好了 你要畫一個 具體動物圖形的話 基本上的話 就比較困難一點了 你看有頭有身體有腳 對不對 比較困難了 那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比較困難 而且重點是 但是後來根據研究團隊 日本三型大學研究團團 他們初保講說 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是第一個 年代稍微晚一點 當那個所謂的幾何圖形的研究 那個圖形畫了這個 比較有心得以後 後來慢慢慢慢的 才發展出這個樣的出來 但是由於這種 所謂的具象圖形 比較難畫的關係 所以它的圖像 也不是很大 為什麼呢 像這個小年版的話 你真的以為它很大 是不是嗎 我告訴各位 它的寬度的話 也不過在四公尺 到四公尺之間而已 小小的而已 跟我們這個棚一樣大 對不對 所以也不用 從天空看地球 也更不用外星人 來指導 當地人就可以畫得出來 所以不是外星人 就像邱老師所說 他只是當地的這個秘魯的人 他們在做這個奇語的儀式當中 當地所畫出一個圖騰而已 不過待會再來開眼界 聽說已經崛機 將近一百年的這個帶狼 帶狼的顧名意思就是 他就代鼠狗跟狼的合體 再次出現人均一個真假的 是 如果帶狼 他正式的這個選名 應該叫做塔斯馬尼亞虎 那在文堯後面的這一個 其實就是所謂的帶狼 其實你看他的身體有點像是犬 就是比較像是狗 對不對 那他的這個臉型呢 其實很多人說他的臉型 只有他這個地方比較像狼而已 對 我也覺得他鼻子 這地方長得有點像 那也有人覺得說 他的身形其實看起來 還滿像袋鼠的 因為你看他的尾巴 非常的長 而且他的後腿其實非常有力 那他之所以被稱之為帶狼 當然是有這樣的一個原因 但是呢他比較 讓人家以前害怕的地方 是在於他的下顎的咬合力 非常非常強 聽說他嘴巴一張開 可以伸一百八十度 沒有錯 這麼大 一百八十度等於是你看 我們這個嘴型這樣打開 其實大概就幾十度而已 可是他可以拉開到這麼大 那拉開一咬 那個動物的脖子 整個被他咬住 是 所以他如果咬的時候 通常如果就文獻上面記載 為什麼講文獻 因為事實上他已經絕跡很久了 就是說 就文獻上來講 他如果咬住獵物的話 一口咬住之後 就會把獵物幾乎的頸子 或脖子咬斷 你現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這個其實非常珍貴 因為這是在1933年的時候 被認為是全世界 最後一隻帶狼 快一百年前的影片 對 他當時被放在 一個動物園裡面 但是他只在這個動物園裡面 活了三年而已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在1936年的時候 因為天氣太熱 那工作人員疏於照顧 他後來就死掉 所以這幾十秒的影片 是現在我們在世界上 唯一看得到所謂的這個 帶狼的一個影片 那當時他為什麼絕種 為什麼 好 那這個裡面 當然是有一些原油存在 帶狼他原先出現 是在澳大利亞的 澳洲的這個 所謂的內陸 那在澳洲內陸的部分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是因為他們其實都會養一些羊 或什麼牲畜 結果當時牧場這個主人 就覺得說 奇怪我們的這個牲畜 怎麼通通都死掉了 被人家攻擊 結果那一段時間裡面 一開始認為是帶狼惹的貨 也就覺得說 他就會咬斷牲畜的這個脖子 羊的這個咽喉 所以呢 那個時候的政府其實做了一個 很恐怖的一個決定 就是說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 大家就撲殺好了 如果你就抓得到 或殺得到一隻帶狼的話 我就用獎金懸賞 他是被人類撲殺過的 對 沒有錯 所以這三十年裡面 有大概是兩三千頭 左右的帶狼 全部都這樣被撲殺 可是後來發現到 其實搞錯對象 為什麼 因為可能是澳洲野犬 他那個當地的野犬 去殺了這些羊 但是帶狼卻因此而 背負了那個惡名 你知道嗎 後來大家發現到不對說 這個動物突然 已經慢慢的要絕跡了 好像你要再找不到的時候 你要再去野外去保護牠的時候 其實已經都不可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非常非常珍貴 1933年 就是現在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唯一一隻存活的帶狼 好 那你現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其實是有這個 澳洲的民眾講說 他好像拍到了 類似像帶狼的這個影片 那你在裡面 因為他其實有點遠 他唯一能夠講說 看起來很像 是因為他的什麼 他的尾巴很長 有沒有那個尾巴的特色有在 像袋鼠 身上的那個條紋狀的斑紋 其實在這個影片上面 你很難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他就講說他疑似拍到 但是為什麼講疑似拍到 因為事實上帶狼 已經絕跡很久 稍微帶您看這個影片很特別 狗狗 他會自己下旅梯 是逗退路 您 絕對不能錯過 歡迎回來動物大觀園 第一段來看到這隻獵豹 有點落差的 我剛剛仔細一看 他是滑到吉普車裡面去耶 獵豹本來就喜歡在高處的時候 做一個跳彎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看到是肯亞的這個動物園裡面來講 很多獵豹有沒有發覺有沒有 一開始的時候全部跳上去了 跳上去的話 他其實在做一個所謂的守望 包括在那邊休息的狀態 可是問題就在於 我們現在卡在旁邊這一隻有沒有 他就咚一下就跳下去了 他直接上車就對了 對 跳下去之後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老先生 他不怕人耶 這個艾爾蘭的一個老先生 叫麥考登 麥考登就看到他在四眼對望 有沒有發覺 寒情賣賣 寒情默默的有沒有 賣賣又默默的 這一張這一張最明顯 對 看了他的之後 大概每個人大家全部嚇了一大跳 為什麼 因為大家講說完蛋了 因為之前的時候 這一個等於就是說 這整個遊客 他們是跟著這一群獵豹 去看他們整個的生活習慣狀態 有幫忙獵食的情況 他們知道他們好幾天的獵食都失敗 失敗沒有吃到任何東西 沒有吃到任何東西的話 有沒有他一下子這樣登進來之後 有沒有發覺緊張了 阿伯的當時有沒有 的性命是堪憂的 是啊 那堪憂的話怎麼辦呢 那當然後來最後的時候 四眼對望了一下 之後獵豹就離開 那為什麼離開呢 這個我沒辦法代表獵豹來發言 那這個的話就厲害了 超厲害 我也覺得他很厲害 也很厲害 這就是狗狗可以自己下旅梯 你看 狗狗的視力本來就已經不好 他本身來講 60公分之內的這個東西 他是看不太清楚的 所以他可能沒有所謂的空間感 他不知道下面有沒有都害怕 我覺得他是 他獅子腳好協調喔 首先你要先看他前面的兩前兩次 二頭肌跟三頭肌 必定要相當的發達 如果沒辦法發達的話 他沒辦法再勾住 另外的話 他下面有沒有有沒有 發覺他已經習慣到這種程度了 就像是好有沒有 他常爬 我在猜他應該是不是第一次爬 他應該是已經爬了很多次這樣子 那這隻狗狗的話 本身來講因為他要很壯 對啊 那他會屁股先對準女踢 而且本身來講 他四肢要能夠落到這個中間的這個樓梯 其實有時候狗的爪不見得那麼靈活的 對沒有那麼靈活 他不像貓一樣這個樣子 對 他這樣慢慢慢慢這樣子下來的話 應該是有相關有受過訓練 所以跟很多的這些這種 有養狗這些朋友們講 不要每一次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也叫你的狗狗來那麼一下子 摔骨折的話 我跟你講 你還是要大家去看收音 要花很多錢的 真的假的 這影片 這影片的話我看不出來有假的那種感覺 除非他裡面有一些 很有些那種釣威力啊那種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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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